如果你和我一样是CAMMA的忠实用户 那么你一定会喜欢我这期影片分享的最新的CAMMA七大使用技巧 这些使用技巧有的是编辑器功能的增加 而有的是全新的CAMMA应用程式 如果你还没有CAMMA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注册 CAMMA有些功能是能够让你用免费的版本就能够使用的 而有些功能是需要你申请到CAMMA PRO才能够使用的 如果你不确定你想要去使用哪个计划 并且你对CAMMA PRO感兴趣 你也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获得30天的CAMMA免费使用 就可以看一下哪个计划更加适合你 我是Grayson 这频道教示范关于YouTube频道云流量变现以及网络专业内容 我每周分享三部影片谁要记得对我频道 使用第一个使用技巧就是像CAMMA有一个字体的过滤器 比如现在我有加入一个文字 我可以选择左上角的字形 通常来说在这边你是能够找到非常多字体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会有一个筛选器的选项 这是一个全新的功能 它能够让你去选择字形的语言 比如说你想选择阿拉伯文的字体 你就可以选择阿拉伯文 或者是其他语言的字体你都是可以选择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入中文 这边就有中文香港繁体 还有台湾繁体 以及间替中文 比如说可以选择中文的台湾繁体 然后这边你还可以选择 像免费的字形 还是说你可以付费使用的字形 那这边可以选择免费的字形 然后可以选择套用 那么在这边就会展示出繁体中文 并且也是可以让我们免费使用的字形了 所以这个功能真的非常方便 下一个使用技巧就是保留图片编辑效果 比如说在这边我准备了一张图片 我可以选择编辑图片 我可以给它交一些效果 比如说可以选择双色调 在这边我可以选择跳色的效果 然后可以调节它强度 变成50% 然后可以加上自动对焦效果 你可以看到就会有一种背景虚化的效果了 那假如说我喜欢这样的照片效果 我还想把这个照片效果去运用到其他的照片上面 那么CAMMA算是能够保留图片的编辑效果的 我可以选择复制页面 比如说我想使用这样的图片 我可以直接脱路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现在CAMMA就快速的把刚才照片的编辑效果 去运用到了新的图片上面 所以这功能也是非常强大的 能够帮助我们节约非常多时间 下一个CAMMA形容技巧是 给网格去加入边框还有圆角 那想要去找到网格选项 可以选择元素 然后往下拖 找到这个网格选项 我们可以查看全部 这边会有非常多的网格 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网格 这些网格我们都是能够去加入图片或者影片的 比如说我可以选择照片 我可以添加图片 这边抄了一张图片是最大的 然后再添加一张图片 以及这张图片 像我在网格里面去添加图片了 然后现在呢 我们是能给它加入一个边框的 可以选择这个框线样式 给它加入一个实现的边框 就可以看到在这边就有一个新的黑色的边框了 然后可以调节框线的粗细 你就可以看到会有这样的效果 或者是给它加一个边角圆化 让它变成圆角的 像是实现的边框也可以变成虚线的边框 或者是这种样式 又或者是点状式的 如果说你不喜欢这个黑色的边框 你可以调节它颜色 选择框线颜色 我们是可以更改成其他颜色的 现在就更改成其他颜色了 接下来介绍一个CAMMA的应用程式 叫Framemaker 它是能够帮助你去做出自定的边框的 那如果说你还不了解什么是边框 你可以选择元素 在这边你可以找到边框 我可以先选择查看全部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 会有不同种类的边框 有基本形状的 电影或照片 装置 纸张 花卉等等 总的来说 CAMMA已经提供给我们很多类别的边框了 比如说我加入这个边框 然后可以拖录图片 比如说拖录这个图片 你就可以看到 我的图片就加入到这边框里面了 但是当我们遇到 这些CAMMA里面提供的边框 没有办法满足我们想要的形状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Framemaker 点击应用程式 然后搜索Framemaker 然后选择这个应用程式 那它操作是比较简单的 这边它准备了一个基本的三角形 然后会有三个点 这三个点我们都是能够挪动的 你可以看到 我可以挪动这个点 然后挪动这个点 也可以挪动这个点 如果说你要创建一个新的点 你可以看到 这边会有很多密集的点 我可以点击一个点 双击 你就可以看到 我这边就创建一个新的点了 想要再创建一个新的点 再双击 这边又创建一个新的点了 然后可以挪动它 那假如说你觉得这个点太密了 你可以调整这数值 你可以看到 现在点就比较稀疏了 如果说想要更密集的点 就往右移 现在点是更密集了 就能让你去创建更加精细的点的位置 那这底下会有提供一些基本图形 你是能够参考的 如果说想取消一个点 你可以选择这个Remove a Point 这边就可以让你选择你要取消哪个点 比如说我取消这个点 你就可以看到我就取消了刚才那个点了 然后选择Dunk 就恢复到正常的编辑界面了 那如果说我们做好这边框 我们可以选这个Add to Design 现在我就做好这边框了 我们可以选择操入一张图片 比如这张图片 你就可以看到 我就做出了一个自定义的边框了 是符合我想要的需求的 那这边还有Convert 你可以看到它是带有环光能标志 就为了你需要适应到Core Pro才能够使用 它是能够帮助你去导出刚才创建好的边框的 那如果你想体验一下这个功能 你是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获得Core Pro的三四天的免费信用的 接下来还要介绍一个应用程式 它叫Type Gradient 这个应用程式是能够帮助你去做出渐变颜色的文字的 像我进入到了这个应用程式里面 我首先是能够去更改这文字的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我输入了中文 但是它没有办法去显示出中文 那是因为有的字体它是没有办法去显示中文的 所以需要选择一个带有中文字体的 那现在我就更改了一个字体 那如果是Core Pro的用户 你是能够上传你自己的字体的 在调整完字体之后 可以调节一下它的对齐模式 现在是靠左对齐的 然后现在是居中对齐的 现在是靠右对齐的 这边我想要居中对齐的文字 那像我感觉两行文字之间的间距是比较窄的 我可以选这个标志 然后可以调节它的两个之间的间距 比如说大概是这样的间距 那在底下就可以调节这个界面颜色了 我可以选这个点 然后选择我想要的颜色 比如说是这个红色 再选择这个点 我想的是这种天蓝色 那你可以看到中间还有个点 也是可以选择的 比如说可以选这个绿色 那现在我的界面颜色里面就会有三种颜色了 那如果说你想加入更多颜色 你可以在这边去点击一下 现在你可以看到我就创建一个新的点了 把它变成一个黄色 也可以在这边去再创建一个点 这边是一个这样的蓝色 你就可以看到 在我的界面颜色里面总共会有五种颜色了 然后在这边你可以看到会有两个点 它是能让你去调节界面颜色 它的初始位置还有结束位置的 我可以挪动它 就变成斜角了 你可以挪动这个点 就会有这样子的界面颜色了 那这个是线性的界面颜色效果 那如果你是开Po的用户呢 你是可以调节成不一样的界面颜色效果的 这边还有其他三种需要付费才能够形容的效果 比如说是这样的效果 它是从中心发散的 你是可以挪动它的发散距离的 然后还有这样子的界面颜色效果 也或者是这样的界面颜色效果 会提供给你更多调节的灵活度 那如果说我们做好一个界面颜色效果 可以选择Add to Design 你就可以看到我就快速的做出一个界面颜色的文字了 那在我们做做设计的时候 有时候会需要用到一些品牌方的logo 那现在开Po里面呢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应用程式 它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快速的找到不同类型的品牌logo的 可以选择应用程式 然后搜索这个Brand Fetch 你是可以输入任何品牌的名字 然后就找到它logo的 比如说可以搜索Instagram 那这边就会有Instagram不同类型的logo 那为了符合我的Instagram贴文这种风格 我需要选这个黑色的 然后可以把它放到这边 你就可以看到我能够快速的去找到品牌的logo 这边还帮助你总结了Instagram logo里面所有运用到的颜色 还有它这个渐变色的图案也是在这边的 所以这个应用程式真的非常方便 那接下来一个使用技巧是将图片的颜色套用至页面 比如说现在我准备了一个Instagram贴文 那我想去尝试看一下其他的颜色组合 有种方式就是我可以找到一个相对应的图片 比如说我找到一个这样的图片 我喜欢它的颜色组合 我可以加入到我设计里面 然后我右击 然后这边可以选择将颜色套用至页面 你就可以看到CAMMA就快速的运用了这样图片里面的颜色 到我的设计里面了 然后可以再选择一次 以后会有新的组合了 我可以再选择 它是能够让你一直尝试到你满意为止的 所以这个功能也非常方便 我想了解更多关于CAMMA使用教程 你可以点击这播放列表 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内容有帮助 希望能做影片点赞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来自更多关于CAMMA内容 追踪我IG能够很高的互动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